好,來問各位一些小問題 等速度運動算不算等加速度運動 暗示,暗示 我問過一個問題 靜止算不算等速度 我為什麼說它算 我為什麼說它不算 暗示 我問過一個問題 靜止算不算等速度 我當時說了什麼 我當時說了什麼 那同理 等速度算不算是等加速度 停車戰界問 帥哥男 沒有帥哥男啊 有,26 26 帥哥男26 郭桑 算要告訴我為什麼算 不算要告訴我為什麼不算 不算 算還是不算 算還是不算 4 3 2 2 為什麼不是 因為同學說不是 你告訴我什麼 速度沒有改變所以不算喔 這什麼屁話 要算你答對嗎 要算你答對嗎 很難算你答對 請坐 我剛才已經強烈暗示過你啊 我已經強烈暗示你了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必須要加速度一樣 加速度是向量 必須要大小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加速度是零 零是特殊的 零有沒有方向 沒有啊 零沒有方向性啊 所以沒有辦法說他方向一樣啊 因此不能夠說他叫做 等加速度啊 不能說他等加速度啊 跟我們前面講說禁止不算等數的原因是一樣的啊 一樣的啊 一樣的啊 來 甲乙有什麼不同 甲跟乙有什麼不同 甲跟乙有什麼不同 可愛小女生 No.4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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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有什麼不同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對 爸爸 爸爸 初速度不同 請坐下 假的初速是零 你的初速不是零 你的初速不是零 啊 甲丙有什麼不同 甲丙有什麼不同 帥哥男 你們幫有啊 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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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時間不同 你們坐下 甲從 計時開始出發 秉氏有一段時間之後出發 甲丁呢 你要講他的不同 甲丁呢 你要講他的不同 就比較多了 尤其到後面之後也不知道 我們的重點 基本上一個往上斜一個往下斜 然後斜的程度一樣 好 我們斜的程度一樣 那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啊 甲跟低有什麼不同 帥哥男 帥哥男 我 有 你說什麼方向不一樣 方向 誰的方向 前進方向不同 不能算錯 可是這不是我的重點 你們坐 一個是速度正方向嘛 一個速度是負方向嘛 所以呢 速度的方向不同 是沒有錯的 我的重點是 加速度不一樣 他出速為0 上面這個叫做 加速度跟速度 同方向 都往正 然後呢 第一個那個叫做 加速度跟速度 同方向 都往負 所以一個往正 一個往負 因為開始是0嘛 所以一個正加速 這個負要是 才會越來越大 才會往側越來越大 或是往負的 越來越大 那位移也不一樣 正位移一個 負位移嘛 所以上面叫正位移 下一個叫做負位移 這件事以後會用大 這件事以後會用大 上面的是正方向外移 上面是 負方向外移 這件事以後會用大 所以速度不一樣 外移方向也不一樣 但是我要的重點 keyword的是 他的加速度方向是 不一樣 OK 就是 不 讓你看圖 就能夠了解 明白的一些事情 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